如果原本是充满绿地的住宅环境 却变成了令人文姿色变的便电所 相信大部分的民众一定会相当反弹 最近在重洋重化区里面一个社区 最近就团集起来 希望能够向台电表达信声 公园的四周悬挂了大大的白布条 上面写着要便电所滚出这里 原来邻近社区民众一直到7月份 台电举办公厅会 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将有便电所 因此团结起来 要让台电知道他们的心声 因为台电真的太阿拔了 这真的是官逼民的 住宅区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力 然后它一个这么美的社区 然后要在一个这么好的公园 然后强硬的把那个地幕变更 这是违法在先 那我们站出来讲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我们这样 这个社区的住户有90%都来自台北市 刚初看上这里离台北市近 周遭的环境又好 因此纷纷搬来这里 现在却逼不得已要和台电对抗 心情的转折真的很难一言道尽 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才知道我们的邻居的那种向心力这么强 那我们优的是 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这样子以小虾米对大金鱼的那种那种抗争 是不是能够成功 但是我知道我们目前我们的邻居其实说实在话 能人背出 目前那个我们这样看来 其实台电是蛮心虚的 因为反对变电所 社区住户的感情因此凝结在一起 他们苦中作乐的说 这大概是抗议活动带来的唯一好处 初期他们将以柔性抗争 希望台电能再做考量 但是如果没有善意的回应 他们也会继续努力争取权益 我要公园不要变电锁 我要公园不要变电锁 台电滚出去 台电滚出去 我不要超高压变电锁 我不要超高压变电锁 天外天新闻张家郑林 仅于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